哈囉 今天禮拜一 晚上 今天比較早跑 今天因為下雨天休息 然後現在10點07分 現在10點07分 然後 頭髮剪短啦 白頭髮啦 這年紀啦 43歲了 頭髮都會白啦 然後又叫我幫我老婆 頭髮剪最短 用手剪的 剪最短 然後等一下 一樣3到5 3到6公里吧 這張是3到6公里啊 我慢慢跑 其實都跑6公里 只是輕輕鬆鬆 不要一下子跑太快 因為 其實熱身過後 熱身過後 等一下身體熱起來了 你身體就會自己放得開 就會自己越跑越輕鬆 大致上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出來 每天運動就是 就是希望他流汗而已 然後 會越跑越輕鬆 我現在是每天跑 每天跑 差不多6公里 就是 跑速不要太快 就是越跑越輕鬆啊 時間也會越來越短 就是讓你自己身體鬆一下 然後 今天你看 換的衣服不一樣 這是一次先買的 這種 我比較不喜歡 這種平衡穿可以 跑步的話 愛手愛腳 這個 我比較喜歡穿背心跑 兩塊多了 然後 這種褲子 太休閒了 然後 跑步的話 腳會放不開啦 所以 田津褲真的是蠻好的東西 田津褲真的 然後 今天 下午 下了雷雨 那個雷聲 真的是 蠻大聲的 雷聲 等一下 好啦 頭髮尖短一點也比較好啦 頭髮尖短一點也比較好啦 不會這麼悶 在這把一色的 晚上 特別顯眼 然後口罩 欸 看一下 還好耶 蠻乾淨的 雖然流汗 可是 還不會臭 就是不要把它悶住 然後 不要把它悶住 它讓它那個汗 透掉 就不會那個臭 好啦 大致上這樣子 沒關係啦 哈囉 跑完了 然後今天 今天 跑得不是很好 今天腳都抬不起來 很奇怪 有點累喔 今天 一樣6.25吧 然後 7分08秒配數 就是都是一直這種配數啦 然後 都7分多的配數 6.25 6.25 跑了 44分鐘 44.36 不過 效果一樣了 你看 效果就是要流汗 先卸裝備 這個 歪掉了 先卸裝備 其實出來就是要 流汗 流汗是有了 哇 濕掉了 然後 濕掉 這要洗啦 這差不多跑個兩三次就要洗的 然後卸裝備 這可差不多了 跑個三次就要丟掉了 不要啦 丟掉了 就是汗 好 我三次丟掉差不多了 然後 不要的話 摺這樣摺起來 把它包住 然後再把它捆起來 這樣子 就丟掉 我還沒喝水 頭髮剪短一點 比較舒服 然後 今天有說慢慢跑 可是腳抬不太起來 腳抬不太起來 就要順順跑中就好了 其實7分08秒 欸 配數耶 我跟你講 7分08秒的配數 平均配數也是蠻快的 都維持一樣的配數 要戴口罩 然後 每個天的體能狀態都不一樣 不過 其實跑步就是要用那種想的練頭 想跑 想去流一下汗 就會 就會有執行力 就是這樣子 然後跑得舒服 像昨天跑得比較舒服 今天跑得比較累一點 可是也沒有說多累啦 沒有很喘 我的呼吸就是不會很喘 腳覺得抬不起來 還是說這種褲子的關係 這種褲子有點放不開的感覺 是會這種感覺啦 就是 田徑褲啊 那個沒有舒服 會覺得感覺跑得比較順 那個順 而且這種 我比較比較穿這種 我喜歡穿那個 背心的 所以打算 要再去買田徑褲了 真的一定要買 不能只有一件而已 然後還有一件比較短的 短短的 其他都 這種休閒板的 都 太長了 太長了 讓你跑不太動 跑不太動 就覺得 綁手綁腳的 就是平常的衣 好像平常穿的衣服在跑步 所以我蠻喜歡穿這種背心的 然後 很短的那種田徑褲 跑 那種比較輕鬆 而且沒有舒服啊 跑得很 就是一樣的 一樣的感覺就是感覺就是沒有那種舒服感覺的 覺得很舒服 跑步就這樣 加上今天是有藍風這樣吹 可是濕氣反重 而且下過雨 下過雨 就打算沒有要跑很快 因為 嗯 其實跑步就是要舒服天氣跑 心情就會愉快 今天比較沒有 所以說 一樣跑步就是 每天的感覺都不一樣 這種就是你每天跑的感覺啦 不過 然後會讓你心肺功能會比較好 我覺得今天呼吸就比較順 沒有這麼喘 就這樣順順的 絕對6公里好像沒什麼 你看 全身都是汗啊 就最有運動的效果啦 OK 好啦 分享到這邊啦 拜拜 再見